年轻时代是人一生中充满彩色的时代 不但自由生活充满活力 对世界仍然充满好奇 而到了勒林时代成为银法族 虽然辉煌依旧 但是岁月已经消逝 从工作中退休 准备迎接下半生 除了保持健康 更要长保一颗赤子之心 退休之后的生活 是不是只有在家里照顾孙子 看看连续剧呢 错 闯德勒林学院的长者 并不这么认为 我在那个每天早上四点半我就起来 五点钟我就在那个广场上 教他们那个英语超Snamnitsko 我在那边教 每天都是这样子 风雨无阻的 除非真的下大雨了 就是为了这样 我们避免不每一天在家里看电视 所以很多同学 很多学生呢 看见报纸有打广告 我们勒林学院 那么很多勒林人士 都来到我们学院参加 觉得心情非常的开朗 又可以跳舞 又可以听故事 又可以写书法 修心养性 退休是人生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走过半百的人生 经过风风雨雨 应该到了实现梦想的时候 年轻时忙于工作和生活 承受单位和经济的压力 自修的机会少之又少 有些人想要自修中文和英文 却一直没有机会 在华文教育开放的现在 只要腾出时间 就可以认真参与学习活动 这里是印尼克加连仪会设立的 崇德勒林学院 平均学生人数有120个 九成以上的学生是退休的 是退休的银法族 他们来这里快乐学习 一个礼拜有两天的课程 从宝剑讲座 文学与书法 英语班 与同龄人培养兴趣 寻找心灵上的寄托 才能远离情绪低潮 走出心里孤独的阴霾 快乐学习英语 学生们感觉回到家里 就有新的话题 可以跟家人沟通 我们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 我们学习 让我们这些乐龄人士 来到这里 都可以互相交换心声 大家能够说出心里的话 不在家里这么孤独 不这么闷 来到这里很多朋友 大家都很开心 适应退休的生活 曾经在学校担任 英语老师的朱快娥 2007年开始加入 崇德勒林学院 负责英语课程 她自认为退休之后 转个念头 同样可以过着精彩人生 来这里学习的学生 每个月只需要 缴十万吨的学费 就可以参与 一个星期两天的课程 在每个月底 还特别为本月生日的同学庆生 开心啊 有唱歌啊 跳舞啊 能够学习 能够 以前我只有小学而已 现在还可以啦 现在有华语 我能够想跟朋友们 乐林是六十岁以上年龄段的别称 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 欢乐 幸福 过去 老伴的意思是指婚姻关系里的配偶 现在社会价值观在演变 老伴应该广泛指 可以老来作伴的亲朋好友 广结老伴 让首领生活更精彩 很高兴 来到六龄学院都是很开心 每次放假都想时间这么长 很想很想快点开学 来到跟同学们在一起 有说有笑 原来老伴是要多多益善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 当彼此到了乐林生活 有一群老伴可以一同回想过去 那种笑声 招呼声和分享的话题 让人生剧本里写下一篇灿烂的回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